中国三梦子出口量大涨席卷欧美市场 摇扇一变变成了欧洲农民的好帮手 拉货摆摊样样都行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在中国农村 电动三轮车是大爷大妈们的最爱 拉粮食 拉化肥 接孙子孙女放学 她都能胜任 如今欧洲的农民终于跟上了我国老大爷的脚步 他们也开始使用中国的三轮车了 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情况相当可观 根据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持续增长 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 以卓越性价比和稳定的性能 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主要的出口车型包括货运三轮车 客运三轮车 以及特殊用途的三轮车 如邮政车 环卫车等 这些车型主要适用于短途货运 城市客运 以及特定场所的作业等多种场景 在载货能力方面 电动三轮车的承重能力 一般在500至1000千克之间 具体取决于车型和设计 这种承重能力 使得电动三轮车在城市货运 农村农产品运输等方面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 欧洲许多国家的农民 都青睐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 一方面 这些三轮车价格相对低廉 性价比高 另一方面 电动三轮车的运行成本低 节能环保 而且操作简单 便于维护 关键它是不用油 欧洲现在的油价普遍很高 在河南 法国 德国等国家 都可以看到 中国电动三轮车的身影 欧洲人用这些三轮车 都干些什么呢 其实和我国人民的 使用方法差不多 拉木材 拉粮食 还有人用它来摆地摊 欧洲不怎么流行小吃摊 但是他们的二手交易市场 很火爆 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 有个专门的老物件交易市场 和我国北京的潘家园差不多 这里卖的不是什么仿真古董 都是一些上个世纪的电器 小手艺工艺品 机械式相机 手表等 看主用小三轮站个位子 单个椅子坐在旁边 一坐就是一下午 很多买中国三轮车的欧洲人 学会的第一句中文 不是你好 而是倒车请入义 欧洲人现在还会选三轮车车技 那种两轮着地 急转弯的技术 也被他们学会了 美国人也在购买中国的三轮车 他们把电动三轮车 当作农夫车来使用 修理自家的草坪 和拉一些建筑材料 都会用到它 如何获得战斗民族 老丈人的肯定呢 只要一台拉重货的三轮车就可以 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跨国婚姻博主 他就给岳父送了一辆 中国产的三轮车 俄罗斯的老丈人开上三轮后 兴奋的像个孩子 每天都要带着老丈母娘出去兜风 欧美这些国家生活条件 毕竟都很不错 三轮车对他们来讲 只是生活的调剂 毕竟这些国家的汽车 保有量很高 真正把三轮车 当成生产工具的 是在非洲大地 非洲奥德彪们 等着阿巴大杠 心中想的就是 如何搞到一台三轮车 最好是中国产带增程器的 这样他们可以拉更多的香蕉了 目前中国出口到非洲的 最受欢迎的 主要有以下几个品牌 燃油版的有石峰 武甄和宗生 纯电版的牌子又太多了 一月初的时候 坦桑尼亚的商贸代表 就到江苏的丰县 一次性订购了5万辆电动三轮 这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品牌 菲米 其实这个世界上 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一个国家 也是三轮车生产大国 它就是印度 印度的三轮车遍布大街小巷 与我国的电动三轮车 不一样的是 印度的三轮都为燃油版的 近些年 印度也想扩大 本国的三轮车出口 四个轮子的电动汽车造不好 塔塔集团退而求其次 造三崩子 不过印度上的电动三轮车 成本是压不下来 品质也没有我国的好 主要是因为 印度的很多零部件 都要依赖外国进口 像控制器 LED大灯 离电车等主要零部件 印度本国都没有多少厂家能做 为了保持产业链这场运行 他们必须从我国进口配件 想要盈利价格 就必须要涨上去 这样一来 顾客就不买单了 中国电动三轮车便宜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中国的电动三轮车 形制统一 配件生产厂家众多 这使得生产成本得以降低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市场 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 统一的标准和规格 使得配件生产更加集中 产量大 成本也随之降低 其次 中国拥有集群化优势 以江苏风险为例 这里集中了一大批 电动三轮车生产厂家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 使得各个厂家能够相互协作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最后 中国电动三轮车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 由于国内厂家众多 为了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各厂家纷纷采取价格战策略 这使得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不断下降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 厂家必须不断优化生产流程 降低成本 才能保持竞争力 简而言之 就是内卷十分严重 很多厂家把产品卖出中国后 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厉害 国外没一个能打的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